现在的朋友喉咙发痒 喉咙痒的就不行 以前我们都说这是一种职业病 哪种人最容易出现这种喉咙发痒 就是我们的老师 以前他都是缝笔巴在黑板上写 这就是这种职业病 那么现在人的喉咙发痒和咳嗽也比较多 那么喉咙发痒和咳嗽 它是一种严正的刺激 西医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咽喉 如果有炎症了 可以用一些抗氧药去干预一下 如果我们是细菌感染的 我们就用点抗氧素 如果是病毒感染的 我们就可以给它抗病毒的一些药物 如果单从炎症的反应的时候 我们除了咽痒以外 我们可能还有鼻子也痒不行 有时候眼睛痒的 我就不想遮眼睛 或者是耳朵也痒的 那么你就要考虑最终是什么呀 过敏 如果是过敏的话 我们就要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 避免了眼睛的冲击 那么长期的我们这喉咙发痒的时候 我们就说 我可怎么办呀 我难受死了 那么我们要到医院去就医 寻求我们医生可能的方作 我们早到病因对症治疗 争取我们早日康复 比如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就是咽部 它有什么呀 绿泡增生 非常严重 这个时候呢 就必须要医生进行感应 才能够治好 才能够治好 这样的话呢 也是我们呢 提供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方法 所以说 烟布搔痒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早点什么呀 原因 对症处理 不要自行 用药 争取我们早日康复 谢谢大家